明沛公主的绚丽登场 那那是 快跑啊怪兽 快跑 得赶快离开这里快点 说跑就跑 去哪啊 去哪就行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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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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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儿怪兽 真是好久没这样被吸走过来 他去哪了 猫儿怪兽 猫儿怪兽 刚才明明 怎么会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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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滞留在未知星球上的淡淡星人们 欧丽加公司董事长的女儿 各位的老板 阿莫蒂娜名配公主的接见仪式 即将开始 请各位予以积极配合 不要 不要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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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配公主小姐驾到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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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啊 我可是轻里迢迢来看各位的哦 在其他星球 辛勤辛苦工作的各位员工 大家晚上好 不是晚上好 应该说早上好吧 怎么样 不服气 那个现在重要吗 我问你 写的是白天黑夜重要吗 不许笑 你们是什么表情 难道对我有什么不满 没没没 不许露出牙齿 不管怎么说 能在这里见到各位 我不知道要多么开心呢 世上怎么会要遮住缘分呢 对了 我想对各位说的太多了 我一直都好想见到各位呦 你们呢 怎么样 大家都过得好吗 好啊 我们还是老样子 明配公主小姐 您过得好吗 是啊 虽然想不起名字了 反正你就是红脸小丑 对了 我就看了 我没问你 对了 我决定见到各位时 要做点什么的 给它们 这是什么 赶紧拿过来哦 那个 小姐 那个难道是 是啊 是惩罚 自己选吧 小姐 开玩笑的吧 怎么突然要惩罚呢 没开玩笑 是要惩罚你们 你们几个 找到欧略加物质了吗 看来 你们都想起来了 那是 我命运过你们 五分钟内回来的吧 可是 现在都过去几天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你们逗我呢 好了 那就赶快 现在惩罚吧 那个 小姐 那些都是 情有可原的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 赶快 给我选 请问有幸运签吗 当然了 尽管你们几个 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但不论是谁 我觉得都应该给他们一次赎罪的机会 因为我实在是太仁慈了 看那里 如果抽中了幸运签 就特赎你们脸兽虫吧 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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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 那样的话 是不是就是没有抽中了 发生什么事了 哎呀 你抽中了爱之光啊 神兰啦 神兰啦 快打开 爱之心 全体派对 Meku Zebri Lavolibu Lavolibu 好久没训练不下了 还真有点累呀 你们几个都醒了 今后可要多多努力呀 哦对了 那我的行李该放哪儿啊 附近没有酒店什么的吗 小姐 你要一直住在这儿吗 不行吗 不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快走吧 那是卧室 那是餐厅 哎呀 哎呦天呐 试试请吩咐我 开玩笑 你想让我住在这种猪窝里 啊 那个 现在是作战时期 这是临时住所 所以 尽多多饱喊 爸爸 爸爸 是我 我找到了那几个传货逃跑的家伙了 你给我发一束机关了 嗯 嗯 车的位置是 哎 哎 不要啊 饶命啊 董事长先生万万不可 饶了我们吧 饶了我们吧 呵呵 你上道了 啊 啊 那太好了 虽然环境上 对我来说十分兼具 但看在你们一片苦心的份上 我就委屈委屈吧 啊 啊 啊 谢谢小姐 果然 果然你真是仁慈啊 啊 尽口分 啊 忍住 否则咱们都死定了 嘿嘿嘿 好容易睡着了 瞧她睡觉那样 装模做样 我真想揍她 嗯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再这么下去我可受不了 我可不想和她再多待一分一秒啦 噓 噓 早知道是这样 就好好地收集欧猎家物质了 哼 喂 收集好了她就能放过咱们了 她是为了好玩才能有的 噓噓噓 噓噓 再多待一天 说不定我的心脏就会爆炸 唉 那该怎么撵走她呢 要不要吓唬吓唬她 嘿嘿嘿 怎么吓唬 钢瓣 钢瓣 等等 对了钢瓣 告诉她地球上有个超级厉害的大坏蛋 要想从她手上夺走 猎家物质的话就需要军队 嘿嘿嘿 你以为名配公主听了那句话就能离开吗 哼 适当地吓唬吓唬她 她就会回去向爸爸告状了 是啊 然后咱们就趁机逃跑 不过 要是被发现骗她 那时就真的死俏俏了 不可能的啦 是啊 你们想骗谁呀 小姐 您睡得舒服吗 快说 你们想骗谁呀 那个 我们是在想 该怎么样做才能骗到坏蛋呢 坏蛋 是是是 那个叫做钢瓣的家伙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收集到所有的欧莲甲物质 都是因为她 你是说那个叫干瓣的坏蛋 是所有事情的罪魁祸首 是是是没错 那个家伙不知道有多么的厉害 仅凭我们几个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啊 那为什么不早点请求支援呢 是啊 我们也想要请求支援 但都怪那个家伙匆匆阻拦 光是手下的部下就有数百 不 不不不不 超过数千个 那么多 而且 哥哥都是精英战士 不管我们几个如何的进攻 都很难打到其中的一个 连爸爸给你们的鲍丸七甲五号 都不是她的对手吗 难以置信呢 是真的 有那么厉害 小姐 既相信我 要是她没有那么厉害 我们怎么会不成功 还敢违抗小姐的命令被困在这里呢 都怪她太厉害了 其实小姐能够让我们一死 已经是奇迹了 派奇真厉害 心口开河说瞎话都不眨眼 有那么危险吗 是 是 要不我先回去告诉爸爸一声呢 他是谁 那个弱不禁风的兽老头 干什么 被发现了 你们认识他 完蛋了 对 对